明星收入一直是大众关注的热点 在天价片酬愈演愈热的议论声中 6月下旬 环瑞士进联邦遭深交所询问 要求环瑞士进说明李一峰借款和来往缓一事 又一次将天价片酬 明星花样必须得 询问其影像风口捞尖 原来环瑞士进2016年年报显示 截至2016年末 李一峰借公司1800万元 款项的性质为借款机往来款 降临为一到两年 其他应收账款前 五名类基金额为6320万元 李一峰借款占其他应收款 期末余额科技比例为26.7% 但是仔细一亮 李一峰作为明星 收入不可畏不高 而且李一峰也并不是像无其龙 这样因为身负巨额债务你才进入了娱乐圈的人 翻开李一峰的演艺经历 就发现其根本不差钱 在2015年热播电视剧《古剑集团》 多个品牌代言 刮起代言旋风 其中包括食品饮料 电子产品 运用品 软件 服装配饰等 而且李一峰2015年就起进福布斯中国名人财号报第九名 收入6900万 那么李一峰为什么还要向欢瑞借款买房 难道他赚了钱价片酬 连一栋房子都买不起吗 在中间回味寻李一峰事件后不久 欢瑞事迹就做出了回应 在回应中是这样解释的 李一峰确实曾在2015年2月份 向影视公司借过1800万用于购置房产 李一峰已于2017年元月份 向影视公司归款了这笔借款 但是李一峰如今净款究竟如何 是不是缺钱还是不得而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